东奥我先说,今天我先说 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2月12日 在过去的一整天东奥赛场,有哪些大事发生呢?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北京时间2月11日,男子冰湖循环赛继续展开较量 本场比赛中国队发挥出色,顶住了两连败的压力 凭借最后一局稳定发挥,以5比4击败丹麦队拿下首胜 北京时间2月11日晚,男子刚驾雪车开始最后两轮的争夺 中国选手严文港和殷正表现出色,严文港获得第三 拿到一枚宝贵的铜牌,殷正排名第五 两位运动员创中国在该项目上的历史最佳战绩 不管奖牌是什么颜色,都代表着中国速度 德国队则包揽冠亚军 北京时间2月11日,短道速华男子500米欲赛 五大镜和任紫薇均以小组第一晋级 孙龙因被对手犯规,而被判进四分之一决赛 三位小伙全部晋级 而在5000米接力半决赛当中 李文龙与加拿大选手冰刀相碰摔出赛道 有惊无险,最终被判进A组决赛 北京时间2月11日,短道速华女子1000米四分之一决赛 曲春雨,韩宇童和张楚彤发挥欠佳,无缘决赛 荷兰名将舒尔廷决赛一路领先 以1分28秒391的成绩夺冠完成未免 韩国名将崔敏竞获得亚军 比利时选手德梅排名第三 先说早浏览,赛事来预告 今天,速度华兵女子团体追逐四分之一决赛 将在宾斯带上演 代表中国出战的是阿赫纳尔阿达克 韩梅,李奇时和印奇 他们曾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分战赛中两次获得铜牌 此次有望向奖牌发起冲击 今来,男女冰湖循环赛赛程近半 男队在昨日对阵丹麦取得首胜后 将迎战世界排名第八的意大利队 而女队将迎战世界排名第一的瑞典队 出现不易 希望男女队都能积极调整状态 顶住压力取得胜利 今日,中国男兵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 平昌冬奥会银牌得主的德国队 希望中国男兵坚定信念 重振旗鼓,取得首胜 今日,花样华兵最甜CP 王诗月和柳新宇将出战兵舞中韵律舞的比赛 此前他们有丰富的比赛经历 期待可以顺利晋级自由舞比赛 愿他们在带来更多精彩表演的同时 追求突破 先说看比赛,金牌早知道 今日,代表中国出战女子刚驾雪车 最后两轮比拼的是目前排名第十的李雨昕 和排名第四的赵丹 赵丹在前两轮总体成绩不错 期待他可以创到惊喜 今日,高婷宇将迎来速度滑冰男子500米的比赛 该项目竞争对手都非常强劲 让我们一同期待教皇的觉醒时刻到来 ZDUP看热搜,先说你的观点 大家好,我是江湖UP主 今日热搜,许静涛想让国歌在冬奥会上奏响 北京时间2月11日进行的男子冰湖循环赛中 中国队取得首胜 这支队伍因为有超高的颜值而受到众人关注 但在采访中许静涛表示 对于比赛我们认为 最重要的应该是打好每场比赛每个球 希望能让国歌在冬奥会上奏响 网友纷纷表示祝贺小伙子们 希望接下来也是捷报连连 中国冰湖真的很难 每场比赛都可圈可点,未来可期 冬奥赛场新鲜事 天天我先说,今天就到这里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準稿 未来 Sekcrit哥 未来 不幸 未来 最后 未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